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 二年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欢迎来到财经的夜 那么今天呢 在中国也是平安夜 祝大家平安夜 全家平安健康 心灵灵 大家万事顺利 今天这一节目呢 主要和大家聊一下 这个房地产中啊 有两个事件 可以说影响非常之大 现在大家都在开始热传 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 我记得我之前 讲国内的房地产的时候 说过一种现象 就是说未来呢 很可能呢 因为房价的下跌 那么你当初在银行 做的抵押贷款呢 你的本金可能就不足了 比如说以前呢 评估是一千万的房子 那么现在跌到了八百万 那么你的本金不足了 就不足以带到那么多的块 所以你要追加你的本金 银行就开始来催款了 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么当时只是说的是你 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 我们看一下这两天呢 一条来自深圳的消息啊 可以说让很多人非常震惊 在国内的自媒体上都刷屏啊 那么这个帖子啊 是一个叫李杰林的网友说的啊 他是实名发的微博 是12月22日发的 他说银行给我打电话 说我深圳贷款买的房子 最近评估价下降了 让我还一些本金进去 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事 银行说以前房价普遍涨 没人关注这个 贷款合同里面呢 有这个条款的 评估价下跌明显的时候啊 就需要还本金进去 然后呢他接着说我很紧张 会需要还多少 他说50万左右吧 就银行要求他还50万啊 他说索性50万还是有的 就是他跟我说 我房子评估价下降 这样一个事情让我很郁闷 这下更卖不出去了 这是这个网友的原话啊 这个帖子也放在那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概意思就是说 深圳的有人呢 已经开始接到银行的电话了 说是客户了 所购买房屋的现在的评估价 已经跌破了当时的贷款金额 要求追加本金 银行为了控制风险了 一般是需要客户提前 还一部分本金进去 自己补伤这部分的差价 并且呢客户啊 他还不能不还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当初你贷款的时候啊 那个贷款合同里面的条款 当时呢可能你没注意 但是确实啊 基本上每个银行做抵押贷款的时候 都会写上这条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房价如果一直上涨 OK没问题 不用追加 但是你的房价下跌了 那么你的抵押物的价值就不够 相当于你就要追加这个本金 来对冲你的贷款金额 现在想来啊 没人知道有这个条款啊 基本上也是正常的 因为啊没人会想到 在深圳买的房子啊 有一天竟然能跌到这样一个程度啊 一般的跌幅了 可能银行还不会找你 但是如果你跌幅比较大了 非常明显了 银行感觉到自己有风险了 他就会要求你追加本金 所以很多网友啊 也是不得不感叹 说还是银行啊 尽多识况 考量的呢 是最细致 最周密 这个条款 其实也可以看作是银行的风险对冲的条款 房子能涨就能跌 但是啊 各房者只看到了涨 银行最先看到的却是跌 所以不管现在如何灭合朋友啊 但是银行呢 总是先把风险导致的财产损失给考虑进去 并且来写进客户的贷款合同里面去 以此来保证银行的实际利益 就算是当初在房价疯狂上涨的时候啊 银行也必须加上这一条 因为他预估到未来房价有可能会大幅度的下跌 对不对 这对银行来说就是风险 而这一切呢 可以说有一个前提条件了 必须就是房子的评估价是低于银行的此前放款的估值 有一套房子三年前呢 银行是评估到了一千万 客户是首付三成 就是付三百万 然后呢 可以带出来七成 也就是可以带七百万来买房 那么三年之后啊 这一套房子 因为行情下跌啊 市场价就降了 银行呢 重新评估 然后估值啊 降到了八百万 而这个时候呢 客户的可贷款的额度啊 也降低到了五百六十万 从三年前的贷款七百万 那么现在的贷款呢 是五百六十万 相当于银行之前呢 是多贷给了你一百四十万块钱 而现在呢 为了降低这种风险 银行呢 就要求客户啊 必须来填补这种本金 比如说增加一百万的本金 将贷款额度啊 就降低到六百万 可以说这样一来呢 对于很多之前的买房人呢 那么就相当于增加了一种风险啊 你当初买房的时候 你的房子到现在已经是下跌了 这是一种亏损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的抵押物不够 你还要追加本金进去 相当于你是承担了两重亏损 那么未来如果房子继续下跌的话 你是否还要继续追加本金呢 当然银行也可能会这样要求你 继续追加本金 你还愿不愿意追加 如果你继续追加 你就继续往这个无敌洞里面填钱 如果你不追加的话 那么银行很可能呢 就会把你的房子要收走来拍卖 对不对 因为现在拍卖的价格 可以说也是比较低的 比市场价还要低很多 所以那是亏的更大 所以现在的很多前几年呢 在高价冲进去买房的那些人呢 现在面临着就是这样一种风险 很可能随时会接到银行 这样的一个通知啊 因为银行他要评估自己的风险 万一如果你到时候断供了 或者说出什么事了 你还不上贷款 那么银行要收你的房子的话 他如果拍卖的价格比他的贷款还要低的话 那么这个风险就在银行 所以他必须要你追加本金 趁早来追加的话 银行的损失是越小的 所以这对于很多买房人来说 特别是拥有高价地区的房子的人来说啊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啊 我不知道大家在国内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特别是房价比较高的地方 像上海 北京深圳广州 像这些大城市啊 如果房价下跌到一定程度啊 很可能银行就会给你通知了 大家如果以后啊 有这样的通知啊 也可以告诉我一声啊 可以说这是目前呢 国内出现的一种新的动向啊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 是发生在还北京地区啊 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呢 2016年一个人呢 在北三线的香河是买了一套房 单价的是两万多块钱 总价是两百多万 那么2018年呢 就正式收房了 因为他的房子是2022年才出的房产证 所以他去拿房产证的时候啊 就知道了一件事 他想领取房产证 可以 但是必须得签一个协议啊 那么这个协议呢 则是另一个霸王条款了 就是说 若连续三个月或者累计六个月 不能按时偿还银行的本息 开房商有权收回 他所购房屋的所有权 此前交的所有的房款作为违约金 不予退还 那么这个事情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 也是吵得非常之火呀 那么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了 如果他现在选择断供 那么开发商就会没收他的房屋 而之前他交的首付 以及每个月分期付款 全部都作为违约金没收了 这个亏的就更大了啊 直白说了 只要断供 那么他将鸡飞断打 什么都剩不下了 但是问题在于呢 第一 2018年他已经是交房了 购房流程呢 早已经是旅行完毕 第二呢 他剩下的贷款还款呢 是A和银行之间的事情 和开发商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你开发商越举带袍 替银行操这些事情干什么呢 我背后的原因其实是 前期开发商向银行办贷款的时候啊 银行也给开发商出过一个报量条款 这在内部啊 被称为全程的担保协议 就是说即便已经交房和办理房产证 开发商呢 仍然必须要担保购房者 后续会按约还款 如果购房者不按期还款 银行呢 会直接从开发商公司啊 就划款 这个时候 我们就应该已经捋清楚了 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啊 银行去找开发商办案件 那么银行就硬性的规定了 开发商和业主必须是捆绑绑定 来保证业主啊 能按时还款 所以对银行来说啊 开发商和业主是年代还款的责任 安全系数啊 可以说一下子就大起来 但是问题是啊 他的房子是在2016年买的 那个时候呢 北京市场和还北京市场火的 可以说要爆炸 那个时候非常火啊 并不是这几年市场冷了 违约风险高了 那么开发商为什么会在2016年 就让开发商签这个全过程的担保协议了 那么有内部的房地产人士 他是这样解释的 他说了因为那两年呢 还北京房价涨得过高 过快 银行担心的后期的房价下跌 房产贬值 各房者断贷 因此要求开发商全程担保 你一看呢 银行并没有错 并且清醒的认识到了 涨幅过快 就导致泡沫过大 然后呢 泡沫就会破灭 然后呢 房产就会贬值 然后呢 就是断贷 那么这个逻辑是这样推你过来的 所以银行是提前做了预警的一个措施 所以结果呢 他这个小区的二手房啊 就一路下跌 这个还北京地区啊 几年之后的今天呢 从当初的两万块钱的房价 跌到了这个时候的房价 只有八千左右啊 跌幅超过了百分之六七十 现在房子的总价呀 已经低于他没有还款的 就是一百多万的银行的贷款了 也就是说了 不仅首付款 你全赔进去了 跌没了 还要补房贷的窟窿 可以说已经丧失了房子持有的价值了 这放在谁的身上都想断贷啊 傻子才不及时之损的 愿意继续还贷 对不对 都没人愿意继续还贷了 因为后面可能还要跌啊 你把首付不仅跌没了 现在你的房产价值还低于贷款的价值啊 谁还愿意还款呢 这个时候啊 银行前期签订的那些霸弯条款啊 就反而成了保护自己利益的最好的对冲 银行呢 又赌对了 可以说银行一直是做 所以说中国的银行啊 都是不会做亏本的买卖的 他们是算的最金的 当然全世界的银行都一样 所以折腾来折腾去啊 原来银行一直都是最理智 算的最金的那个 在当年房价最疯狂的时候啊 他们都想到了 未来房价下跌之后怎么办 从而做出了各种规避和对冲 结果今天呢 正是这些对冲啊 很好的保护了银行的利益 那么这以上啊 是两件小事情 一个就是深圳的啊 要求你追加本金来对冲这种贷款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还北京地区的啊 基本上这两件事 可以说这两件事其实也并不小啊 小事的背后啊 是真金白银呢 和整个家庭的财务的损失啊 所以这两个事情呢 也是在提醒我们 未来我们会面对着什么样的风险 特别是那些在高房价地区啊 有房子贷款的家庭 特别要注意这点风险啊 同时呢 他也提醒我们呢 在房价泡沫正在破灭的情况之下 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要加杠杆去买房的 因为如果房价继续下坠的话 你家庭的未来的风险会越来越大 直到你倾家荡产 这都是有可能的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各位朋友大家好 关注财经冷眼先生频道的很多老朋友都知道 我们是专注加拿大移民的律所 一直以来都为客户提供专业移民加拿大的服务 多年来已经帮助众多的家庭实现了移居加拿大的梦想 随着加拿大移民门槛的提高 有些没有雅思年龄大的客户都受到了阻力 因此我们律所依托全球律师联盟的优势 为大家争选了几个加拿大以外的移民项目 第一个马尔他永居政府捐款项目 先审批后投资总费用在100万人民币左右 无雅思无学历无年龄要求 没有移民间 一家四代整个周期9到12个月全家拿到永久居民身份 第二个爱尔兰永居政府捐款项目总捐款40万欧元 无雅思无学历无年龄要求 没有移民间整个周期6到9个月全家拿到绿卡 第三个瓦努阿图护照 英联邦国家一步到位拿到护照 总花费约90万人民币 全球避税天堂护照可变迁英国爱尔兰俄罗斯等国 办理周期仅需两个月 还有更多优质安全的移民项目 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与我们专业的移民顾问联系咨询